白宮又有新成員 拜登的新寵首度亮相 才喊声一只德国牧羊犬跑了过来 拜登在网上向全球宣告 白宮新寵来了 名为指挥官的牧羊犬才三个月大 由拜登亲自迁进白宫 6月时拜登参与13岁的爱犬 冠军离世而难过 新寵物到来 让他再度展露笑颜 预告下个月还会来一只白宫第一猫 因为第一夫人吉尔非常喜欢猫 像叫拜登爱狗成吃 吉尔更爱猫 美国历任总统中 柯林顿和布希就曾在白宫养过猫 一股总统柯利茲就养了各种神奇动物 罗斯福更将白宫变成动物园 还养了一只独角鸡 川普则是打破白宫传统 成为首位不养宠物的美国总统 TVBS新闻 这种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